我们今天是到网友寄过来的一箱变频板 有好几块 我们现在来看其中的一块 好 这个是他寄过来的其中一块板子 它这个故障的是 1.5P开机 选是11 两个大写的1 那么这个11故障就是一方故障 报的这个11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 作为这块电脑的问题 这个是YG的一方 我们首先来上电测一下看 它报不报这个故障 好 我们上电之后 这个检测仪是报的11 YG一方故障 在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芯片的电压 这个芯片的第八条是供电 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第八条的电压 第八条是供电 第八条 3.3V供电正常 然后我们测这个时钟线和数据线是第五角和第六角 它两个角的电压应该是一致的 这个是0V 那就不正常了 这个也是0V 这边没接好 这个地线这边没接好 这个是0.39V 这个电压应该不正常 这个是3.2V 你看这两个电压不相等 那么我们首先查一下这个对应的外缘这几个电阻 所以不要损坏的 很简单 它这数据角和时钟角 它就有每个角有一个上纳电阻 然后和这个芯片的串联的有一个电阻 我们测的四个电阻都行的 我们首先测这个上纳电阻4.7K 好实测4.7K 然后我们测这个上纳电阻 好4.7K正常 然后这里下面有一个470欧的电阻 它是和这个 连到这个CPU上的 470欧实测是680欧 这个阻值是变大了一点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470欧 好我们测这个的是没有变大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阻值变大了引起的 这也是680欧了 应该是470欧 我们把这个电阻给它换掉再说 好我们现在这个电阻给它换好了 把这洗一下一下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电压 现在这个三点几幅都正常了 好都是3.2V了 我们再来看抱抱这个一方故障 应该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已经不抱故障 读取到这个信息的 我们来启动一下看 诶 还是在抱这个一方故障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路 看是不是哪里残漏了 好刚刚大概又检查了一下这一块电路 这就4个电阻啊 直接到这CPU了啊 没有别的电路 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个承煮器拆下来啊 重新给它写个数据看一下看 好这个芯片的是拆下来的 然后呢 数据啊 这电脑上读了一下啊 这个是可以读出来 里面是有东西的啊 但是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错 或者有没有损坏啊 这个我们也看不懂 所以说的话 我按照我手里的这个程序 我再给它写一个啊 用新的芯片给它写一个进去 然后我们再装上去试一下 好 我们把程序写好啊 再次装上去试机呢 还是一样的故障啊 外机一番故障 那么就很大的可能是这个主控有问题啊 那么像这个机子呢 我也不打算换主控了啊 直接改208啊 直接换成208的这个芯片 主控芯片啊 用208的这个板子啊 一步到位 因为万一是换到主控之后 这个数据后面还有啥问题的话 又不行 所以说不如一步到位啊 换成208 好 我们208的这个 换上去了啊 然后这个一方拆除了啊 我们接上压缩机 再来试一下啊 我们用检测仪启动一下 好 现在读到这个数据了 说明通讯正常啊 我们开机 啊 它这个是 带这个电子膨胀阀的啊 我们等这个膨胀阀它又打开之后 它才会压缩机才会启动啊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现在两个灯在闪啊 还是正常 好 现在这个再打开啊 我们马上这个压缩机就要启动了 好 启动了啊 现在是 19赫兹 20赫兹啊 转速很慢 我们等它升一会儿屏啊 但是这个没装这个散热片啊 不能长时间使 这个故障是解决了啊 一方的故障是解决了啊 好 现在这个频率上升起来 压缩机的这个 啊 转速也明显提升了啊 磁灯也在正常的闪烁啊 好 那么这个就修好了 这个一方故障改了208 好 谢谢大家观看